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收押 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集指出 金華城的案子如果繼續辦的話 那美國一定會出手介入 麻鷹九基金會的執行長蕭旭成也認為 AIT會關切這個案子 不過AIT透過了發言體系回應 強調尊重台灣的法治 會介入台灣的司法事務 熱情握手 出身外交體系的副總統蕭美琴 和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胡立妍 一同受邀出席民間論壇 關注台灣的社會韌性 胡立妍直接表態對賴總統的認同 不過國民黨籍的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集指出 如果柯文哲和金華城的案子再繼續辦下去 那美國一定會出手干預 麻鷹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也持相似看法 我從來沒有說AIT介入台灣司法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AIT如果不關切這個案子 那他就失職了 因為畢竟台灣朝野政黨大小事 我想他們都會關切吧 那我想我要強調的是這一點 對於在野陣營的說法 AIT透過發言體系澄清 美國在台協會尊重台灣的民主制度和法治 不會介入台灣的司法事務 逼得美方出面打臉 重申不會介入台灣司法 提醒國民黨全世界唯一會介入台灣事務的 就只有中國千萬別再搞錯了 柯文哲涉談被收押 不只在國內引發渲染大波 國際上同樣關注 但台灣是主權國家 司法獨立 不是誰說要插手就能下指導期 記者 林先生 劉淳維 台北報導